怎麼會拿那些 然後終於今年不用了耶 我好開心喔 我比較在意的是父母的感受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哎呀 牙一咬就過了嘛 因為其實我爸爸媽媽也是看到新聞才知道的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沒有沒有跟父母親講 我的經濟狀況沒有問題 但對方我不知道有沒有處理好 真的我不瞭解 那就是完全切割的狀況 其實我一直都不瞭解 不是 對啊 就是對他的經濟狀況 我到到目前為止已經離婚了 我還是不是很清楚 那現在一切都是先以事業跟小孩為主啦 目前是這樣的 當然 你說心不希望未來還有另外一半 當然希望哦 嗯 我覺得還是感恩一些過程 對 因為以前18年的每一年都是 呃 從這個台中台北 然後往返很辛苦 因為帶車嘛 除夕要回國家 然後呢 然後一大早六點就要開始下廚房啊 然後準備因為很傳統啊 要什麼拜拜提供啊 拜祖宗宗那些的 然後 終於 今年不用了耶 我好開心哦 哈哈哈哈 也很感恩的過去這個國家的照顧 只是說 不用這麼奔波勞累也是個好事啊 我們人總是要往正向的方面想 不是吗 我比较在意的是父母的感受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哎呀 牙一咬就过了嘛 但是有时候父母亲他可能 因为疼爱子女啦 看到女儿这样他可能也会不舍 对那今年回去陪他们过年 我想父母亲心里可能也很多的感慨万千 想说18年了 而且我女儿什么除夕夜在家里出现 对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也是看到新闻才知道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没有 没有跟父母亲讲 对那但是没有关系 我将相信有大家的支持跟鼓励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那也祝福对方的家庭 那也相信我父亲会跟着我一起 都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很棒他 佩玲真的很棒 他很专业 就是在工作上面 就不会被他的情绪影响 建鹏也是都没有在拿去 很少在NG 所以我说我很开心陪他 其实看到新闻以后就觉得很心疼 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很努力 谢谢 因为其实我很不喜欢带一些互相情绪给大家 我觉得说你是一个公众人物理路人员 我尽量能做的就是带给大家阳光 温暖跟正向的一面 我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 但对方我不知道我们处理好 真的我不了解 那就是完全切割的状况 其实我一直都不了解 不是 对啊 就是对他的经济状况 我到目前为止已经离婚了 我还是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有多么的严重 对 但是我的经济状况呢 我相信呢 有这个事业上电视台的照顾 我可以越来越好的 谢谢 谢谢 所以你不用帮他 就是 你现在有付责吗 嗯 不用帮他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的观念是觉得如果夫妻啊 一个家庭 两个人一起来是共同创业 那当然如果失败了 经济不好 或者是有什么状况 我们要一起赚钱 来还这个债务 我觉得这是我很认同的 但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替对方还债的原因 是因为 我这十几年来 我不知道他的债务到底在哪 都是他嘴巴说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嗯 陪你共同去承担这个债务 对 因为我不晓得 他的来源处处去哪里 我只知道说 我有两个小孩 那如果目前你是这么严重的状况 我一定要先让自己稳住 因为不可以两个都倒了 因为孩子很重要 所以我要先稳住自己 才有力量照顾孩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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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